不其事的样 询问他们造否的原因 原来是弗伯格接到举报 有罪犯在笔记本中私藏据条 弗伯格才开始挨个屋搜查的 估计到强哥球方也是走走过场 不过 谁让几人大气都不敢喘一向 死死地盯着弗伯格检查的每一个地方 生怕被他们发现越狱的踪迹 好在弗伯格检查的不是很仔细 几人才逃过一几 但这件事倒给他们敲响警钟 每天在刀尖上跳舞也不是个办法 必须尽快打通 否则可能随时会被发现 于是他们决定一鼓作气 必须一次就挖成功果然 在死亡的威胁下 他们当晚便挖穿下水道 这哥们儿时间的砸呀砸 突然挖出一个小洞 马上激动的告诉小帅 慢慢的小洞变成大洞 二人开始往外钻 他们经过水路走得很远 终于看到一架梯子 然后顶开井盖 我的天哪 这就是出口 他们终于看到万面的世界 二人若有所思 当即决定回去接队友 回到囚府后 铁马把好消息告诉亚瑟 在夜后了 亚瑟听到这个消息 眼神中却毫无波动起伏 但是却马上决定 今晚和大家一起逃走 甚至还决定抓敲 决定谁先带头 但出乎所有人意料的事 这是 佛巴格突然到访 直接将小帅带出去 很快他走到点鱼长房间 根据点鱼长收到的通知 小帅的指控人现在撤诉 最多一天他就能得到释放 听到这儿 小帅的神情突然恍惚 但却被点鱼长察觉到 回到囚房后 小帅告知同伴撤诉的消息 可当他们听后 却直接一问 他有没有说出今晚越狱的消息 小帅急忙坚定地表示 就算得到释放 他还是要靠真本事出去 同伴看着他真挚的眼神 最终选择相信小帅 于是大家开始刮胡子 梳头发 擦皮鞋 一切都准备就绪 挪开直办 可以逃走 而这时 放风了大山 突然发现 好多佛巴尔 全部在门口观望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大海经的瞬间 羊毛带入与此同时 小帅也吓得张大嘴巴 佛巴尔直接破门而入 一下子将所有人 全部抓住 并且脱光他们的衣服 让杰仁在墙边站好 而小帅从屋内走出 却被监狱长 安排住进一个单独的囚房 同伴转身告诉他一句话 其实真正的叛徒 并不是小帅 他只是整个计划中的 一颗棋子 亚瑟也不是罪犯 因为这个故事 是他亲自讲述 并且这座监狱内 关押的都是长期罪犯 而他却可以提前出去 答案显而易见 亚瑟肯定是 顶狱长的首相 真正的幕后boss 其实是顶狱长 这一切都是他策划 目的就是为让自己 侦破大案升官发财 所以那些最悲惨的是 那些无辜被扯进 计谋中的人 成为别人事业的踏板 不过这也是命运使然 人性如此 封闭狭小的空间内 折射出宽广的人性 善恶 现实与希望 最后松哥提一杯 男人哭吃把冻枣 本想带着欲有逃 谁知却被叛徒扰 越狱失败还被削 松哥说定 只讲好定